版面的复制,跟各位提一下 我现在点到这个,是选到这个框而已 点到这个是选到这个框 这里面有个功能叫做再次 再次简单说就复制啦 可是我现在点到是这个框 诶,我们这不是一组了吗 我现在点哪里,我现在点这里 我现在点这里表示这三个同时选到 要分区,我点这里只有是这个 点这里是这个 我现在点在这个 好,这时候再来做什么 再次,那就两组 这样的做有个好处啦 诶,我想放另外三个不一样大小 那不一样大小,当然我们这边也是在FORMIC 尽快赶快做一下 调整的调整大小,对不对 400乘以300,像素哦 登壁关度,然后再调什么 调整的扩大底框 好,来 存档关掉 这个清化存档关掉 来,那调整的调整大小 这件事情其实用的还蛮多的 那这样调整完,我想告诉你 容量少很多哦 调整来,这个扩大底框 好,来 当然存完以后我们就回到这里来 回到这里来 再从这里进到我们的编辑后台 再把它传上去吧 新增档案 我们刚做的那三个 再下载区 这个 这边看镜子传上去 那为什么会这么快 如果你拿出一张去拍完照片 很大图传要更久 这些打眼睛被我处理过 它小得不得了呢 你看到多少 22K,20K,25K 所以传起来传输很快 那我们再回到这里来做什么 点一颗再一个一个更换吧 我们刚刚传上去了 所以这个 我就照顺序把它更换一下 点这里 这是快速的方法 你可以这个 我这边想告诉你 当你素材在 影像处理处理过以后 我觉得你的网页 谁来看都会比较快 因为这些素材都被处理过 OK吗 最后点更新 所以你可以再放更多 那刚刚跟你讲说 点这地方 你现在对这个 老师复制有什么不一样 复制起来 你要指定贴到别的地方去 再次就直接下来了 OK吗 差别在一个不同的地方